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四十七章 约瑟进去告诉法老说 我的父亲和我的弟兄带着羊群牛群并一切所有的 从迦南地来了 如今在戈山地 约瑟从他弟兄中挑出五个人来 引他们去见法老 法老问约瑟的弟兄说 你们以何事为宴 你仆人是牧羊的 连我们的祖宗也是牧羊的 迦南地的饥荒甚大 仆人的羊群没有草吃 所以我们来到这地寄居 现在求你容仆人住在戈山地 法老对约瑟说 你父亲和你弟兄到你这里来了 埃及地都在你面前 只管叫你父亲和你弟兄住在国中最好的地 他们可以住在戈山地 你若知道他们中间有什么能人 就派他们看管我的牲畜 约瑟领他父亲雅各进到法老面前 雅各就给法老祝福 法老问雅各说 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呢 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一百三十岁 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 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 雅各又给法老祝福 就从法老面前出去了 约瑟遵着法老的命 把埃及国最好的地 就是兰塞境内的地 给他父亲和弟兄居住 作为产业 约瑟用粮食奉样他父亲和他弟兄 并他父亲全家的眷属 都是照各家的人口奉样他们 饥荒甚大 全地都绝了粮 甚至埃及地和迦南地的人 因那饥荒的缘故都恶昏了 约瑟收据了埃及地和迦南地 所有的银子 就是众人敌粮的银子 约瑟就把那银子 带到法老的宫里 埃及地和迦南地的银子 都花尽了 埃及众人都来见约瑟 我们的银子都用尽了 求你给我们粮食 我们为什么死在你面前呢 若是银子用尽了 可以把你们的牲畜给我 我就为你们的牲畜给你们粮食 于是他们把牲畜赶到约瑟那里 约瑟就拿粮食 换了他们的牛羊驴马 那一年因换他们一切的牲畜 就用粮食养活他们 那一年过去 第二年他们又来见约瑟说 我们不瞒我主 我们的银子都花尽了 牲畜也都归了我主 我们在我主眼前 除了我们的身体和田地之外 一无所剩 你何忍见我们人死地荒呢 求你用粮食买我们和我们的地 我们和我们的地就要给法老效力 又求你 又求你给我们种子 使我们得以存活 不致死亡 地图也不致荒凉 于是约瑟为法老买了埃及所有的地 埃及人因被饥荒所破 各都卖了自己的田地 那地就都归了法老 至于百姓 约瑟叫他们从埃及这边直到埃及那边 都各归各成 唯有祭司的地 约瑟没有买 因为祭司有从法老所得的长缝 他们吃法老所给的长缝 所以他们不卖自己的地 约瑟对百姓说 我今日为法老买了你们和你们的地 看啊 这里有种子给你们 你们可以种地 后来打粮食的时候 你们要把五分之一纳给法老 四分可以归你们做地里的种子 也做你们和你们家口孩童的食物 你救了我们的性命 但愿我们在我主眼前蒙恩 我们就做法老的仆人 于是约瑟为埃及地定下长礼 直到今日 法老必得五分之一 唯独祭司的地不归法老 以色列人住在埃及的戈山地 他们在那里制了产业 并且生育甚多 雅各住在埃及地十七年 雅各平生的年日是一百四十七岁 以色列的死骑临近了 他就叫了他儿子约瑟来说 我若在你眼前蒙恩 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 用慈爱和诚实待我 请你不要将我葬在埃及 葬在他们所葬在他们所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 我必遵着你的命而行 你要向我起事 约瑟就向他起了事 于是以色列在床头上敬拜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